很多人都知道西藏有三大圣湖,杨桌庸错,纳木错和马鹏庸错,但是很少有人知道,西藏还有一个比这三个圣湖地位更高的湖泊,叫拉姆拉错。 其实,在西藏众多湖泊中,拉姆拉错并不貌美,位置偏远,又深藏于穷乡僻壤,高山之巅,湖泊面积仅有一平方公里,每年冰封期长达七个月。 但它却是藏区最为神圣的湖泊,具有很高的地位,又因其人皆汉至,在雪域的腹地深处,有如藏匿的基础珍珠,很少有一只幸运的手触摸到,所以显为外界所知。 拉姆拉错在藏语中的意思是,天女之魂湖,湖面积虽然不大,但它却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。 所说圣湖能呈现每一个去朝拜神湖的人未来的命运,只要虔诚地向湖中凝望,圣湖就能为朝圣者显示出未来的各种景象。 当然每个人的际遇不同,看到的东西也就完全不一样。 所以拉姆拉错每天都吸引着众多游客,不辞千辛万苦到此湖中,找寻自己的前世、今世和来世。 据说去过此湖的游客讲,他们有人在湖中的倒影中,看到了大鹿,有人看到了一群动物,甚至还有人看到了T恤,当然也有人嘲笑我们是高烦产生的幻觉。 至于谜底,毫无修为的烦人也只能茫然猜测罢了。 最后,卓马提醒大家,拉姆拉错门票是50元,建议搭乘早晨最早的搬车前往,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感受神湖,也有时间走到神湖边缘,近距离的接触。 更多关于拉姆拉错的攻略,请找卓马哦。 扎西德勒,我是卓马,我们是专业做香港、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。 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,欢迎连续卓马,卓马的微信号是T-Bite2030。 谢谢。